好来看到吉安乡立图书馆 暑假期间办理了 我和ABC双语阅读教学 连续三个星期日 在庆丰阅读室 进行了有趣英语绘本的课程 那么乡长游淑珍到场来参加 拿起绘本带领孩子们 进入到阅读的世界 希望学童利用暑假 多安排阅读的时间 从绘本阅读当中 启发思考的创意 开启智慧充盈的人生 吉安乡长游淑珍表示 阅读要从小扎根培养 暑假期间最适合建立亲子阅读 透过乡立图书馆规划 全方位的阅读游戏活动 让孩子们开心走进魔法书世界 享受ABC快乐双语学习 延延的夏日来到了吉安乡土 我们享受了ABC快乐的学习 跟绘本故事世界的精彩与多元 也谢谢我们专业的老师 寄注了我们在暑假里面 孩子更多更多的成长课程以外 更要带来国际级的ABC 梅语双语绘本的一个导读工作 我们相信在暑期里面 可以增长孩子的学习 更能带来亲子互动的关系 今天我们吉安乡土 带来的3T次的研读 跟亲子活动 希望带给孩子满满的收获 不一样的一个暑假的风食生活 这次活动特别邀请了专业老师 启发团体共过方式 来进行三个场次融合课程 让小朋友不畏惧英语学习 更精进从故事情节当中 来增强听说能力 用专业配套引领小朋友 拥有未来的国际视野观 游淑珍她也期许 经过三个星期课程之后 大家都可以获得来自各方的共学友谊 也能够确实在阅读和语文学习上大获精进 介络会接下来相报道